听说你有病,让我来给你治一治 从这头驴的脸色来看,一定是心脏出了问题 哈喽,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杨木的本火箱 这期要介绍的魔族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名字叫胸枪 可以让我们在游戏中给动物做手术 其实也算不上手术吧 就是可以把里面的器官拿出来 作为一名合格的手艺 必须得拥有这么一把手术刀才行 但是我怎么感觉有点像老虎钱呢 有了这把手术刀 我们就可以开始给动物做手术了 看这头羊的脸色有点不对 想必是生病了 我们只需要对着羊右肩 就可以打开这个器官界面了 大家看图案应该就知道是哪些部位了吧 我们把这些数量很多的东西拿出来 那么这头羊的移速就会变得很慢很慢 因为那些都是肌肉 不好意思,这手术刀的伤害还是有点高的 一般这种动物只能做一次手术 第二次可能就要嗝屁了 那我们就接着找下一个生病的目标 前面那头猪感觉有点不对劲 看上去没什么活力 让我看看你是不是生病了 把他的脊椎拿出来 你猜会怎么样 他就走不了路了 因为这是关键部位 如果把动物的肺拿出来 那么他们就会窒息而死 而且扣血的速度也非常快 除了动物的部位 游戏里面的人物也是可以做手术的 只需要对着空气右肩 就能够看到自己的器官了 虽然是方块人 但是五脏俱全 该有的都有 而且和动物的还不一样 如果我把自己的肺换成猪的肺 那么身体就会出现一个拍斥buff 说明这个器官不匹配 然后倒计时结束就会扣一滴血 话说如果把动物的肋骨给拿出来 那么他受到的伤害就会增加很多 徒手的情况下就能很快的干掉一匹马 我们来看一下铁魁蕾的器官长什么样 鬼鬼 怎么都是泥土块 没想到铁魁蕾还是个没心没肺的家伙 咱们拿出来后 他居然还中毒了 而且也动不了 来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下这个猫的器官 像猫的器官就很小了 这款模组做的还是比较真实的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苦驴怕的器官 里面都是些木头火药树叶这种东西 如果拿出火药 是不是就不会爆炸了 当然不是 该炸还得炸 我们需要把这个绿色的蓝尾拿出来 这样他就不会爆炸了 但感觉他憋得慌 我还是给他装回去吧 好家伙 刚放进去就炸了 然后僵尸的器官都是变质的 颜色都不一样 鸡肉也变成了腐肉 其次就是骷髅了 里面除了骨头 就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这些都非常符合他们的形象 再给大家看一下水里的鱿鱼吧 可以看到 他的肺变成了腮 要是我把我自己的肺也换成腮 那我岂不是可以在水下呼吸了 好家伙 还真可以 直接对变成海王了 唯一的缺点就是有点排斥反应 总的来说 这款模组的可玩性还是挺高的 感兴趣的观众可以去下载体验一下 那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咯